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Tiger Turns Taiwan 虎哥疼惜台湾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的最主要就是希望请到各行各业的专家 有这些专家来谈我们所关心的议题 然后作为我未来施政的参考 那么今天非常非常荣幸请到法律学的专家 其实也就是我们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的主任 也是玉达科技大学法律财经系的主任韩玉杰博士 大家好 韩玉杰博士在法律学大家都对他认识非常清楚 那么尤其今天我们很想谈三个题目 大家都关心的 第一个是废死 废死刑 第二个是鞭刑 第三个就是当时因为红仲秋暗 所以变成废除了军法 那废除军法之后造成了许多的问题 军中的士气的问题 领导统育的问题 这些许多问题都发生了 那么这些问题到底从韩博士 他这个过去的经验跟所有的一切的社会上收集来的一些看法 由他的专业我希望能够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韩博士跟大家 温医生好吧 好 大家好 很开心 韩博士 我想我们先谈红仲秋暗以后废除了军法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军中 同时废除军法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改变的地方 是 县长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都晓得军法制度在中华民国 那施行了 就中华民国 就民国以来就有军法制度 所以应该就是 从有中华民国以来军法制度就存在 那如果是在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的话 从皇帝以来 皇帝以来 自古以来就有军法 是 所以皇帝放吃油鱼共工啊 对 那就是军法 所以 我们以前行法 那个法制室里面也有 大行用假兵 小行用边行 边施 所以我们军法在中国是几千年的历史 结果呢 而且军法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建军备战 就像现代 建军备战有非常大的功能 发挥非常大的功能 结果为了洪仲秋案一个个案 结果呢 在很短的时间 就把这样重要的一个国家制度 对 把它给废掉了 我想先打个岔 对不起 我想先打个岔 就是说我了解在每一个国家 是不是都有军法 在美国在英国或者其他的国家 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都有 对 像我们讲这个罗马 像意大利 对 像希腊 那像这一个英国 嗯 像法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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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鲁斯 这在古时候都 还有中国 这都是有军法的 那现在像美国呢 德国 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 二十四届大战之后 德国是战败国 是英美法系的国家 对 至今这个军法 可以是维持美国强大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所以美国是有军法 是有的 OK 而且他的军事统帅权 在这个军法的这一个制度里面 对 军事长官的统帅权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 尤其要维护 因为美国的建军啊 他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有官兵 违反了这一个军法 破坏了军纪 他就要用军法来处理 既是保障人权 不要让长官滥权处罚他 对 又是保障军事法义 嗯 维护国家的战力 所以美国他能强大 他的军队派到外国去 他的去打仗 到哪里去打仗 他的军法就跟在哪里 嗯 是 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军队呢 现在我们国家的军队 如果没有军法以后 105年 102年8月 发生了洪仲丘案 对 所以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军法制度 一系之间 其实在很仓促的 两个小时的立法过程 当然在这之前 8月 在这个7月初发生了 好像是7月初啊 发生了这个洪仲丘案 那 这个 要求部队做解释 那因为在军检这边在侦办 那军检也极力的在侦办 那军检也极力的在侦办 可是呢 因为这个媒体的报导 民意的这一个高涨 所以呢 要求给真相 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 甚至于有25万的 这个所谓的白山军 上街头 结果 在国民党这里 执政党 而且那是总统 当时 很快的就 加大决心 就是说 要求立法院 党团 要赶紧通过这个法律 什么法律呢 就修正了军事审判法第一条 是 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今天立法通过以后 总统一公布 第三天 就要把陆海空军刑法第44条到46条 还有76条的这些案子啊 立刻转移到普通法院 对 是什么案子呢 最重要其实就是为了 淋虐 淋虐罪 违反职务处罚罪 嗯 违反这个法令处罚罪 还有 抑制申诉罪 嗯 这最重要的三个罪 那76条就是普通刑法的小罪了 结果呢 造成呢 就只是为了 为了要让这个案子 能够让这个司法 洪中秋的案 对 能够到桃园地院去接受审理 因为一个人的问题 因为一个个案的问题 把整个军法制度废掉 而第二阶段是什么 就是五个月后 所有军法案件 全部要移到法院 就是军中嘛 从此以后 军事法院 军事法院检察署 不能再办军法案件 那造成军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啊 先讲 案子一到法院去办 对 军事检察官 没用了 军事审判官都没用了 对 一切的 案子的侦查 审判 全部都是要到法院跟地检署 地检署检察官侦查 侦查以后 如果有起诉了 就到法院去 对 由法院来审判 好 我举几个判决 对 我们晓得 军刑法 要保护的 叫做军事法义 对 法律要保护的 法律利益啊 叫做法义 那刑法保护的法义 有国家的法义 社会的法义 个人的法义 可能有些 那军刑法 观众不太懂 什么叫法义 法义 我刚讲 法就是法律的法 义就是利益的义 生活上的利益 法律要保护的利益 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种利益 对 那我们把它 类型化 那 像普通刑法 我们现在一般 所有老百姓 我们的刑法 保护的有国家的法义 对 有社会的法义 有个人的法义 拿个人的法义来讲 杀人罪 生命 身体 自由 民欲 财产 这都是我们生命的法义 那 拿国家的法义来讲 国家的存在 内乱 外患 像这种罪 像社会法义的话 像公共危险 对不对 像这种罪 杀妻 妨害自由 像这种 对 好 那 县长 各位观众 你们想想看 那军事法义要保护的是什么 国家 打胜仗 对 部队 要有战力 对 长官跟部署之间 要有纪律 嗯 长官要爱护部署 部署要尊敬长官 对 每一个官士兵都要克尽自己的职责 对 对国家 对部队尽忠职守 对 要爱护老百姓 对 这个是不是陆海空军刑法 所要保护的军事法义 对 对 陆海空军刑法跟别的法不一样 要保护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我们陆海空军刑法规定的就是这种内容 对 那 这个军事法义有他一定的这个内涵 军法官之所以重要 因为他从读军校开始 考进了法律系开始 对 他就住在学校 接受军事教育 是 四年的养成教育 他除了读法律 他也要接受军事训练 对 他也要 这个跟其他的这一个系 官兵都要生活在一起 而且他将来下了部队 他也要去入伍 也要到部队里面去接触 对 在早年啊 在部队 军事法院检检察署 在部队的时候 军法官还要参加施对抗演习 每天都跟 这么辛苦 对 跟官兵生活在一起 跟官兵一起参加这个早晚点名 对 一起跑步 一起过生活 完全就是 也是打绑腿穿军服 所以他对军事啊 县长我们讲 每一种社会 团体组织 都会有所谓的组织文化 对 铁路局的员工 铁路局有铁路局的文化 对 公路局有公路局的文化 对 嗯 那 每一种教师有教师的文化 大学教师 中学教师 小学教师 那种文化氛围不一样 对 军事团体 军事社会团体 有军事社会的 特殊的价值 特殊的价值 的文化 他等于有他的价值 有他的目标 有他的规范 有他的准则 军纪 对 维护纪律 对 那我们的判决啊 我举几个 我们 这个逃亡案 对 以前啊 这个 逃亡的 想要获得缓刑 甚至啊 想要获得轻判的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 这一个 很特殊的理由 对 那现在我们的逃亡案子啊 就长期 意图长期脱免兵役的 他 普通法院 几乎都是判两个月 或三个月 是 而且呢 得益科罚金 对 而且还可以缓刑 很轻 连钱都可以先暂时不罚 是 他还有下一次 是在犯罪逃兵的机会吗 没有了嘛 因为不能回忆了 对 现在 只副四个月嘛 他也不必回忆了 就禁意掉 或者停意了 或者 就把他免疫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法官在判决书的理由 真的是啊 逃亡 是为了出去看女朋友 他肃行良好 没有前科 在警察那里呢 在宪兵队 这个 这个 都坦白承认 态度良好 呵呵 这样子 就 判两个月 得益科罚金 那在以前的军法呢 以前军法像这样的case 对 他一定会被判刑 对 连缓刑的机会 缓刑的机会都没有 对 也不可能益科罚金 如果要缓 如果要缓刑 益科罚金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判 没有嘛 几乎在军法为了维护 包括县长 各位观众 当一个法官 他要横平什么呢 横平军事法律 跟被告个人的权益 他要了解什么叫做军事法律的维护 对 他现在把军法案件当一般普通刑案在办 他用办一般的老百姓的案子 的那种标准 那种量刑的考量 审酌刑法五十七条 就是动机 因素 他的手段 他办后的态度 等等这些 他完全不是用军事社会 军事法律的角度在衡量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很多的军纪上 他判出来的 判出来就会有影 对 那我们部队长一看 还有其他的士兵可以起来效尤 对 其他士兵一看 哎呀逃亡 我不用去施对抗演习了 我不用扶勤务了 我只要跑出去又可以舒服好久 然后抓到以后最后判没事 罚钱而且罚钱还可以缓刑 不用暂时不罚 这好像跟大家所想像是完全不一样 那侮辱上官呢 公然的侮辱了这个长官 这个判决在法院判出来的 你看他的判决书写的 跟一般的侮辱罪没有两样 他不晓得下属对上官那种职务的尊敬 阶级的尊敬 他不可以去这一个 做这样违反军纪的行为 对不对 那如果像这样判刑刑刑是什么样的 一科罚军 换两个月三个月一科罚军还行 就这样 就在社会上我们去公然侮辱罪 或者侮辱别人的罪 就等于用一般的公然侮辱 对 他就忽略了什么叫做 军事伦理 对军事伦理 再举一个例子 有个士兵大学毕业 喝醉酒了 扶勤前喝酒 喝醉酒以后睡着了 不去占威兵 结果呢 移送法办到地方法院去办 最后办了什么 判三个月 得一科罚金 然后又管刑三年 这样子 还有打瞌睡的也是一样 在哨所上睡着了 一样是 这在我们以前 在如果送给我们军事法院办的话 绝对不可能办出这种结果 你这样 他这样子的判决 没有办法产生 我们的刑法不是唯一的作用 不是以赫主为唯一的作用 对 但是赫主是他众多重要 最不重要的作用好了 起码他还是一种作用 对 我跟你请教一下 如果韩博士 以你现在看到 把这个军法废掉了 你到平常民间的刑法里去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认为军法 是不是应该要恢复 是 是应该要恢复 好 我想我们今天 把军法这个部分 我们先谈到这里 好 我们在其他再谈谈 我们最近看到 许多酒罪驾车 是 酒罪驾车以后 造成很多的悲剧 很多的问题 那大家就在想说 这个刑法是不是不够重 甚至有人讲说 可以增加死刑 或者增加边刑 那您对这个 这样的一个想法 有什么看法 是 这个行 行啊 有生命行 身体行 自由行 财产行 那生命行就是死行 无其途行的 那不是 是死行 那无其途行 开始就是所谓的 这个身体行 是属于 是属于自由行 讲错了 自由行 自由行包括 无其途行 有其途行 那居易 也算是自由行 罚金算财产行 那身体行 在近代以来 逐渐就被废掉了 在比较先进的 民主法治国家 原则上就废掉了 那几乎在法国 在美国 在德国 在英国 美国都不会存在 这种審法 嗯 在北欧 在欧洲 整个欧洲几乎都没有 OK 都不会有了 那现在 这个 我先讲身体型的 边形部分 边形呢 现在 仍然存在的 有的 国家 并不算太多了 最主要的 在我们亚洲来讲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嗯 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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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来也有 文来 主要是回教国家 回教国家 穆斯林的这个国家 里面 有所谓的穆斯林法 这个是比较特殊 很奇特的 那 如果是在这一个司法里面 也要加进边形的 新加坡 是很特别的 还有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连西亚坡都有回教徒吗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新加坡的回教 穆斯林比较少 比较少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相对就多很多 当然最多的还是印尼 在我们亚洲地区 那马来西亚的这个边形 向来都是很 很有名的 嗯 它分三种 一种是司法的边形 嗯 这个是最严厉的 打得也很凶 哦 那个 用什么打印 它的那个边 我们所谓的边 不是像我们那种 甩边那种边 不是 就是那种 竹子 藤座的 藤座的 大概就是1米2 的长度 大概1.3厘米 大概是这样 这么一个小拇指这么粗 对 像这样子 那1米2长 那如果是司法刑法的这个边形 在马来西亚 向来 他不会判 不用六个就受不了 什么意思六个就受不了 打六边就受不了 打六边就受不了 藤家打六边就受不了 受不了 他那个一举手啊 大概是拉到最后面 对 然后摔下来 用最大的尾巴那边 甩着打 我以为听到是对生 有人研究过打在假人的身上 那一瞬间的一打下去的 时速将近有160公里 这么快 是 这么样快 那如果是穆斯林 违反穆斯林法的 像 两个女生 这个都有案例 两个女生 就是有 有同性恋的行为 两个女生有通肩的行为 就不是通肩啦 就是两个女生有肩营的行为 就两个女生在车上爱抚啊 什么的 就被抓到了 他们两个认罪 认罪了 也是各打两边 各打六边 各打六边 那个就比较轻微咯 那个的 举的速度 大概就是举到这 举的弧度就到这 不会举到这 那落下去的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那个 那个瞬间打到屁股上的 大概就升不到一百 嗯 那个就有差别了 好 所以 那新加坡的 就比较不一样了 新加坡 它比较没有 所谓的 穆斯林法 它的是 它的边形 可以用在司法 可以用在监狱 对 可以用在军事 就是 部队里面 对 可以用在 感化教育 可以用在学校 还可以用在 家庭 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边形 你个人看法就是 我们在台湾 过去没有边形嘛 是 那现在有人用边形 你的看法是 现场各位观众啊 是这样 台湾现在啊 我们中华民国 现在中华民国 台湾的法治呢 我们是所谓的 大陆法系的国家 是 我们啊 传统中国 中国古代 清朝以前 我们的徒刑 我们的五行啊 五种循法有 吃账 徒流死 吃跟账 吃跟账 都是边形 是 到清末 我们都还有边形 但清末 在我们中国 为外国人 最诟病的 不是 吃账 这两个边形 而是什么 是死刑 我们有销售 我们有凌辞 凌辞 这种把外国人给吓死了 对 那所以 一直要求光绪皇帝 赶快修正我们的 这一个大清刑律 那曾几何时 我们现在 从满清被推翻以后 我们就寄授了 这一个德国法 中华民国的法治 是寄授德国法的 我们是直接 从日本那里 是对 寄授来的 但日本是 寄授德国的 所以我们是 从日本那里 间接寄授了 德国的法律 中华民国的法治 是这样子 那二次之间大战以后 一直到现在 我们才逐渐逐渐的 融入了一些英美法 那日本不一样 日本在二战以后 是被美国统治 对 所以他在二战以后 大量的寄授美国法 对 所以日本现在的法治 可以讲是 大陆法跟英美法 很大的融合 那我们台湾 在90%以上的程度 还是德国法 所以这种思想 会变成什么呢 德国呀 他们 可能是法治国家里面 最传统的 主张教育型 最为彻底的国家 所以他意向反对 报复型 尤其 尤其主张要废除 这个肉型 还有身体型 所以 我们国家的这个 法治人才 现在几乎所有的法官 检察官 几乎有一大半以上 法律协者 有一大半以上 几乎都是从 大陆法的国家 留学回来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 不会赞成用变形 比较不支持 可是呢 我们的民意 调查的结果 中华民国的老百姓 我们台湾老百姓 贊成变形的 还不在少数 不在少数 约有 我们不正式的这个调查 约有三成的人 是贊成变形的 但是呢 说实在 国际人权组织 是绝对不会贊成 我们民主国家使用变形 那你说 各位观众 那你说 新加坡是不是民主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进步的国家 可是新加坡的民主指数 真的不在前面 瑞商洛商学院 瑞商学院 洛商学院 给新加坡的人权 民主排名 并不是很前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新加坡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党 还是一党 还是人民行动党 一党 他还没有开放这个党境 所以 因您的看法 其实台湾应该不太会接受变形 虽然有大概三成人会支持的话 但是也不太会接受 我觉得政府公信的机构 应该要很正式的做 甚至像这一次大选 有做一个公民的 投票的议题 可以让老百姓来投看看 事实上 当然我想政府 要采这个可能 这样子的公民投票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 首先 他就考虑我们国家的选项 是 我要不要采取边形 这样子会把国家 就变成至少美国 我们的重要的友邦 虽然没有邦交 美国 德国 像这样的这些国家 他们会把台湾开 你为什么走倒车呢 对 我其实也请教了很多法界的朋友 跟一些朋友 就是说 酒驾以后造成一些伤害 甚至伤害到别人的生命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那是不是应该有更重的刑法 甚至像编刑这样的刑法来处理 那么许多人就来讲说 其实这个问题 关键不在于刑有多重 你刑判的再重 刑再重 但是法官不判这么重的刑 第一个没有用 第二个你在执法上面 是不是你执法应该再 再稍微严格一点 你真的落实去执法 而不是说把法律 定得那么样的严格 甚至是有人讲说 这个酒驾以后造成生命 别人生命的伤亡以后 可能最严重的判到死刑 那现在又有一个边刑 又有其他的方式 那有许多人讲说 现行的法律够不够 可以遏阻酒驾 这样的在发生 因为酒驾一直在发生 所以这变成 大家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说 刑是不是要更重一点 所以才可以吓到人 那有一方面讲说 你现在这个法律 已经制裁的 会到蛮重的了 但是你不去这样去判刑 你不这样去执行 实际上你法立的再严格 也没有用 您的看法怎么样 是 那个县长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现在事实上 法务部已经所守草泥的这个草案 在立法院现在也在讨论中 对 就是对于酒驾 现在有 如果是这一个累犯 再造成这一个他人死亡的结果 可能最重可以以这个故意杀人 来论处 那故意杀人 我国刑法规定的是死刑 无期徒刑 或死刑以上 有期徒刑 那甚至他还可以再加 他把刑法再定重一点 就是死刑或无期徒刑 对不对 那 这里就讲到 先徒刑一个问题 我中华民国刑法 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有死刑的 不是没有死刑的 我再回到这个酒驾的问题来讲 说实在的 这个酒驾造成人 这个他人的这一个 尤其家庭的破碎 他人的死亡 这是非常的不应该 尤其是累犯的人 对 那累犯的人 你就直接认定 他是这一个故意 就是你知他是故意的话 法律构成要件 他就构成了 是 所以这个东西 将来法官 会有相当大的挑战 也就是你怎么正 说实在故意 用法律要件 直接定名 累犯就是故意 因为我们刑法 的处罚 是以故意过失才处罚的 对 而且过失的处罚 要以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才可以处罚过失犯 是 法律 所以你看中华民国刑法 每一个条文 他只要每一个罪 只要他没有写过失犯 什么什么罪的 也罚他 也处罚的话 就是这一种罪 不处罚过失犯 哦 我懂了 对 那所以中华民国的刑法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条文写 故意杀人者除死刑 不是这样写的 他直接就写 杀人者除死刑 对 这故意是当然 那过失杀人 那过失至人于死 才要特别写 对 故意就不要写了 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将来 这个条文 就会定成什么 这一个 酒驾之累犯 而杀人者 或至人于死者 对不对 酒驾累犯 至人于死者 对 除死刑或过去徒刑 假如是这样的规定 这也就是我直接规定 你只要是累犯 一律就是故意 对 因为你 这个人 你曾经因为酒驾被关过 执行过 而且 放出来以后 五年内再犯有期徒刑 这就是这个罪 对 所以这种人 罪无可还 这个我觉得 我们的民意会支持 能支持 是 现在我在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是 台湾有蛮多的吸毒 是 那国外有一些吸毒的 是 因为吸毒造成车祸 意外的这些伤亡 但是国外这种吸毒的状况之下 他大概是怎么判的 我们刑法 其实我们的规定是 酒驾 就酒醉 对 或者是吸食这一个毒品 或者是迷幻的这种药品 对 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安全驾驶 对 这个都算 都算 并不一定算酒驾 是 喝酒的酒驾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样态 我懂了 就是反正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造成自己没有控制的能力 然后造成伤人 可是 可是呢我们现在 一直没有再去注意到 那种吸毒的人 结果他在精神完全不能控制的状态下 撞死人了 对 这个将来也会同步的应该要纳入 OK 好 那另外我再想讨论一下 就是有一群人现在想说 费死 他们倡议费死 那您的看法是 请问中华民国刑法现在有没有死刑 的规定 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费死刑 费死刑的议题 其实早就存在几十年了 从1966年 在1966年以前就有人 人国际的这一个费死的这个团体联盟 就一直不断的在鼓吹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 无价的 无价的 所以即使是 上帝给了我们生命 意大利的这一个 这个 在十八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一个生物 法学家 生物法学家 他龙不罗嗦曾经说过 上帝给了我们生命 只有上帝可以把他取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废除死刑的这种主张是非常多了 1966年国际间呢 联合国那边领建了两个公约 是 一个叫做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 一个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 国际公约 这两个公约 在1976年生效 那当时呢 世界上主要的重要的国家都签 都去 他必须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对 他签署了 可是我中华民国台湾 当时我们并没有签署 不 现在不管签署不签署 这两个公约里面主要就是费实刑吗 并没有啊 这个我还要把他说清楚啊 结果呢 马英九总统啊 他当总统的时候 我们在民国97年的时候啊 制定了一个两公约实刑法 简称两公约实刑法 就是我们国家 愿意去遵守这两公约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要 国内的所有的法律 如果有不符合这两公约的内涵的 必须在两年内 逐渐逐渐的要去把它修正掉 好 结果就为了这个样子 请问 中华民国刑法 修了吗 把死刑拿掉了吗 没有 那我们的各级法院 援引两公约不判死刑的 而把两公约拿出来作为不判死刑的原因的 不下一千次 一千个判决 这十几年来 有一千多个判决 是因为援引两公约不判死刑的 而已经判处死刑三审定宴的 而不去执行的 以前有一位部长 王清风部长吧 对 他也很明确的表示他的立场 对 他是 不会去批的 他不会去批的 后来曾永夫部长上来的时候 就批了 哇一口气批了好几个 对 他不是喜欢杀人 而是每个部长他对这个的观念不一样 他认为现行法律就是有死刑的规定 而且你最高法院已经三审定宴的死刑 你就要依法执行 我们有监狱刑刑法嘛 对 不是我们有这一个刑事诉讼法嘛 对 要依法来执行嘛 那所以呢 部长当然要批嘛 对 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争议 是 就是有些部长他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违反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自己的一些标准 所以他就说 那就算你已经判了死刑定宴的 但是我还是不批执行的命令 是 那有像曾永夫他会讲说 我本来法律上规定就是要这样去做 但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说 现在主张费死的人 就是说 在法律里面 所有的死刑通通把他取消掉 未必 会不会 公民与政治 我们讲两公约里面的 讲到这个生命权的问题 是在这个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里面 对 第六条的第二项里面规定的 第二项里面他特别的规定了什么呢 他说原则上生命是应该尊重的 原则上是不应该有死刑的 可是呢 这个第二款里面规定 在你们有死刑的国家 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 你只能够把死刑规定在什么 运用在什么呢 在最严重的犯罪上 所以基本上还是有 有死刑的 即使是两公约 对 他也都还是尊重 你们国家 你如果还没有废除死刑的话 那你不要滥用死刑的这个权力 你不要滥用死刑的规定 要把它规定在你们国家认为最严重的犯罪 而且要用刑法里面很严厉的去规定 所以今天的FACE的这些倡议者 您的角度看就是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刑法这个部分 是不太可能会推得成功的 跟现场报告 跟各位观众报告 您赞成废除死刑吗 在现场你看到直播的人 你有很多人赞成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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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报个数据 我在三十年前在府人大学 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社会系的教授 张教授 他公布他所做的这个调查 民意调查结果 是 七成六的台湾人民 反对废除死刑 反对废除 反对废除 就是要有死刑 对 十二年前的数据 是八成五的反对废除死刑 尤其是在张小燕案 不是就是那个白小燕案 对不起我口误 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案 那时候陈金兴造成人神共分 是 那个时候 大家都认为死刑绝对不能废除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至少有八成的民众 台湾的民众有八成的民众 是废除死刑的 反对废除死刑 对 反对废除的 对 不是废除我讲错了 他反对废除死刑 所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不好意思 各位观众 法律是社会制度的一种 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是 那如果这个社会有八成以上的人 他认为死刑是有必要的 你不能因为 我要遵守国际的公约 我为了要怎么样 所以我就不顾我这个社会的需要 因为你这样定出来的法律 会与这个社会严重的背离 对 所以您今天对于这个废死的看法 也认为说 大家民意上是不支持的 那实务上也是有困难的 是 请说 我们小编有些问题 对 这有一位李先生 李先生这边提问说 是 台湾的司法审判都是法官自由心证 因为这样的自由心证 导致很多恐龙法官的判决 与人民的期待不符合 又或是故意误判 请问我们怎么样能期待这样子的司法 应该是要有公民可以审团的制度 台湾能这样做吗 事实上 谢谢这个李先生 李先生对不对 李先生的问题 谢谢您 事实上 我们这个公民的陪审 是没有这么样的制度 可是我们早就有 这个人民参审的制度了 但实际上没有执行吗 有 前一阵子有开始 我看到 以前舒永钦老师 当这个副院长的时候 那时候确实有执行了 执行了 那现在呢 民间司改会认为 还可以再更进一步 因此 我们尤其是对于法官的考核 现在也要修正法官法 在这个法官的考核上 我们还要再更严格 就是为了要杜绝恐龙法官 对恐龙法官的产生 讲起来也是跟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国家的法律人 所受的法学教育 一般来讲就是比较这一个传统的 传统而不是最现代的 那种大陆法系的这种法治教育 严守所谓的 严守所谓的这一个 法解释 这样子的一种的立场 所以他经常不太注意到 法律社会的需要 这样的一个立场 这是比较遗憾 所以呢 这个问题 真的还需要跨很大很大的一步 谢谢 还有什么其他有什么问题没有 他只是参审 他并没有落实陪审的制度 实际上没有 我们国家没有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 是这个 英美法才有 大陆法 在德国最多只有参审制 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有一些 法律上要订定一些陪审制度 后来没有订定这方面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 确实有在采纳陪审 可是那个陪审不是所谓的陪审团的问题 不是说用陪审团 而是有人名来当这个 也是在审判台上 他也是审判官里面的议员 那其实他应该在我们大陆法里面 我们把它叫做是参审 参加的参 那最后决定不是他们 决定是他们 决定是他们 那他也是 他也是可以这一个 这就看我们怎么设计 以前他们的这一个 因为他法律素养不够 所以他没有办法写判决书 他最多他只能够帮忙问问案子 那还有在这个表决的时候 甚至于 所以要看 表决的时候 如果他的法律素养不够 我们也只能参加他的意见 OK 所以这都会有利弊 这未必是一件好吃 好 还没有什么其他人要问问题 目前看到的是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蛮踊跃的 对 其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 就像我们不能陪审 所以我们台湾的 应该说我们台湾的审查法 他没有造成法官的压力吗 还是法官就让他们在旁边看 然后他们看他们自己 我们以前苏老师 苏副院长他推的是人民官审 官审 那后来他都 刚开始的时候是坐在法官的后面 对 那现在有主张说 他就直接坐在审判台 他也是审判官 你五个审判官里面的一个 三个审判官里面的一个 或两个 不能两个 如果三个绝对不能两个 对 而且甚至 就是我要有 给他有投票权 这样才有实质参审的意思嘛 否则他也不能投票 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个制度 都是可以讨论设计的 那民间司改会 他们对这个议题 也都非常的重视 但是我刚讲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参审的人民 这不能叫陪审 这个参审的人民 他毕竟 绝大部分没有法律素养 他对法律构成要件 他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那你们 也许会问 这也是一般学生常问我 那老师 那美国的陪审团 陪审团 都不是 几乎都不是法律人 很多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们 几百年来都可以这样运作呢 对 不一样喔 他们喔 这个 所有的刑事诉讼 案件的这个进行 是由 检察官 跟被告的律师 在主导 当事人在主导进行 进行交互结编 或者互相对 那那个审判长本身就是很 很专业的法律人喔 那他来主持诉讼的程序 他来仲裁 你这个话问的对不对 你不能问 因为你问错了 对方抗议 那你就收回你的话 就停止 那最后喔 这陪审团是在两边听喔 他不能问 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问 对 可是在你们这两兆双方喔 检察官跟被告的律师 这样子的攻防当中 对不对 他们可以听出来了 对 那所以说 我们的法官刚好是不一样 我们法官要问 都要问犯 问协议人 对 那我们这种 德国法治的这种国家是什么呢 法官一直在 都是由法官问 那被告跟检察官喔 在那里回答 那我们是从喔 民国九十年 九十九零年代以后 我们行政诉讼法修正啊 对 我们改采 叫做改良的 当事人进行主义 法官问 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现在法官不主动问啊 开庭的时候 你们双方 这样子攻击防御 我法官在听 没有陪审团 那法官呢 最后你们都问完了 我认为你们讲的 还有哪边不对 或者哪边讲的有 不够清楚 我再来问 我还可以普通问 我懂了 或者我要你们针对某个问题 你们再来攻击防御一下 我懂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也做过立法委喔 是 我们对其实对于 立法的部分 我们有在努力 但是一般 我们的法律的草案啊 我跟各位说 几乎都是先由这个 我们政府部门提出来 提出来 我们照那些 来做范本 做样本 然后再讨论修正一些 那之前也可以提案 再来合并 但是一般都是 立法都是由政府 是 来做主导的 那 对于法院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 我相信台湾很多人都会羡慕 美国的那个陪审制度 因为你在那个陪审制度里面 法官是去听所有大家不同的意见 也要做决定 然后陪审团也可以做 他在上面也可以做决定 对 所以他会觉得说 这样是比较 比较不会说 自由新政太强 或者主观意识太强 对 来做一个 做一个决定 那 所以说大家会质疑说 人民没有这样法律的素养 所以不行 我觉得不对 未必 对 未必 因为你太有这样的素养 太专精在某一方面 对其他方面你不懂 对 那也可能会有出错 对 比方说法官不一定对财经懂 对 那对财经方面的时候 你去做判决就有问题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 将来大家可以去讨论的 不过人民的质疑出来的问题 第一个恐龙法官的问题 第二个 过度自由新政的问题 那是不是 陪审可以变成更客观一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量 那还有问题 游先生想要询问 已经派死刑的人 为什么法官还不 还吃 政务还吃吃 不愿意执行这个猖獗 是 这就是刚刚县长 我跟县长有谈到 这个说实在的 因为死刑 三审定验的死刑犯 那个 他叫做代诀 就是代 代这个执行的人 的受刑人 他的死刑的这一个执行 依法必须要有法务部长的批准 那法务部长如果他不批 就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这跟法务部长个人对于 他支不支持死刑这一件事情 就产生的非常微妙的关系了 在刚刚讲的王清峰部长 他个人的有他个人的这个信仰问题 他个人的这个想法的问题 所以在他他也很坦白的在立法院他也表达过 或者在其他的场合他都说过 他并不愿意支持死刑 可是这不算赌职吗 是 于是当时也惹来这样子的批评 也有监察委员对他有这样子的质疑 那无论如何 那可是当时他确实也就这样子的 但是他部长没有做完他的任期 不 我觉得这就造成大家一个质疑 就是说一般能够判到死刑 而且是真的是到最高后来再去定验 你照着来来回回什么 又发挥根审又重来 都是多少年以后很仔细确定好 真的是应该要执行的 是 结果因为这样子的因素而不执行 不应该 OK 好 那我想我们大家就很清楚这样的想法 那我想今天哇 今天的时间已经用的蛮多了 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些 我们对于所谓的边形的建议 废史的建议 还有废主军法 大家可能听了这些讨论 听到我们的韩博士跟我们讨论以后 应该会有一些了解 那我想希望以后我们再有时间 再请教韩博士好不好 好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韩博士 对 祝大家晚安 谢谢 大家晚安 再见 谢谢